好我們來看一下您在用新制圖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的幾個遇到的問題 第一個 來 插入這個我們剛剛是會的 換航有沒有剛剛也學會了 那麼還有一種是你想要自由移動 什麼叫自由移動 你看喔我們現在在移動的時候 它都會有點怎麼樣 是不是有點好像吸住的感覺 對不對 那如果你希望它在移動的時候可以 比較自由一點 請問你在握的裡面 你可能用過一個東西 比如說這個圖 我如果這樣移動 我這樣移動 移到這邊 這樣還好 可是我們如果要比較細微調整 你可以按住Alt有沒有 按住Alt是不是可以比較做微調 那我們在新制圖也是一樣 今天你要稍微調整它的時候 你可以按住Alt這樣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比較不會吸的那麼快 就那個磁鐵的部分會比較 影響性會比較小 那如果你平常這樣打開它會吸的 就很快就吸進去了 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預設都是用一個主題 然後一直相關聯出去 可是有些時候 我們會用什麼 希望 我現在突然想到一個點子 可是跟這裡面不見得一樣的 那怎麼辦 那個叫做浮動主題 你看喔 你在旁邊 在空白的地方 這些空白的地方都可以 點兩下就好了 咚咚 有沒有 只有一個浮動主題跑出來的 欸我就可以做一個註解喔 比如說我想到另一個主題 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就可以額外再獨立去做 你就可以獨立再去做這個內容 所以可以像這樣子去做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的 但是你拉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它拉過來就會被吸住了 一樣按住order鍵 你就可以把這個浮動主題 移到任一個地方去 欸就不用說 因為我只有單純用滑鼠 它可能會被吸進去 好會被吸進去 你就按住order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還有什麼 調整順序 調整順序這個 我想你用拖曳就OK啦 那麼 新制圖的外觀或主題可以改變 你看我們預設 剛剛有看到很多範本 對不對 那它可以改變喔 不一定要照這種方式 你可以改變在哪裡 在右手邊這個內容這裡 你看有沒有很多不一樣的圖表 你可以選擇 預設是用這種 你可以變魚骨圖 知道什麼叫魚骨圖嗎 骨頭長出來 肉就跟得出來了 跟我們新制圖的意思一樣 骨架出來 那你也可以變成像這個表格式的 像剛剛有同學做這個綿粒啊 欸表格式的也很好啊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 那另外呢組織圖有沒有 還有像我比較常用這種所謂的邏輯圖 像這樣再看就比較容易一些 那麼你不見得說這個下來全部都要套用同樣的喔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在這邊 你看我在這邊 我這個是用這種 可是我在這裡有沒有用的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那你的分支 比如說我在這邊 前面是用這種邏輯圖 可是我後面就是用什麼 樹狀圖 所以你每一個分項都可以設定不一樣的 是你的需要來做調整 是你的需要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下在我們FAQ裡面這裡 那至於說這個 其他的應該還好啦齁 最後 最後你如果做好了 你把它存檔起來 它本身是什麼 新制圖的原始檔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拿給別人用怎麼用 你可以從這邊 你可以拍螢幕就是螢幕拍圖 也可以從這邊做匯出 那匯出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用的是免費的版本齁 所以這些你可能都沒辦法用 那所以 基本上你如果要匯出 就是變成一張圖片 變成一張圖片 所以你可以點到這裡 變成圖片 往下 那他就問你 你要用什麼樣的格式 好 存成圖片你就可以跟同學做交換 或者你把新制圖的原始檔案 丟給他也可以 只是說他就必須要那個 好 那我想我們大概時間 就差不多到這邊 這樣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齁